各位观众,我们来观战一把强盛集团的小丑 这ID一看,应该就是一个打法非常凶猛的小丑 观战一把,墨班车 画家,大副,囚徒,心理学家,一个飞轮 两个飞轮,估计两飞轮,囚徒带电 这次轮还真不错 囚徒带电可以断锯 两个人带飞轮可以断锯 上来的话,抓大副可以 小丑抓大副真可以 小丑抓大副,大副的一生之敌啊 大副其实没几个怕的 小丑,不抓吗 这大副不抓,说不过去吧 这大副可以硬着头皮抓 抓了都闷薄命 完了,大副现在摇怀表 万一位置被判断呢 小丑直接装道具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舒服 没办法的 大副是真的没有办法 宝瓶别救 直接三个宝瓶别救 这局呢,有一说一啊 你们不要觉得抓了大副 小丑稳坐钓鱼台 抓了大副,说实话 你让我分析判断 我可以很负责的讲 这把小丑 没有赢面 没有赢面 他的赢面还得是 后面 大副挂飞以后 去追节奏 追到了才有赢面 或者说穷者来救 因为现在穷者说不救了嘛 大副是没有赢面的 甚至 因为小丑没有挽留 三人开门战 三跑的剧本 我都能写给你们好几个 因为这套阵容 打这个小丑真的蛮厉害的 你看现在外面的心理学 能吃三刀有飞轮 画家能画画有飞轮 囚图带电 修机子又快 小丑怎么打 强盛集团都没办法 大副得顶出去了 再不顶出去 三人开门战 真三跑你了 我刚刚说大副没有一面 小丑没有一面 现在小丑没有一面 现在小丑他打得好 可能才保平 过来板子 这块板子都可以留着 说实话 就让你进来 我断你电 这块板子我留到开门战用 小丑真的有点难搞 大副好抓归好抓 但后面呢 这密码机够了呀 这波大副挂飞 密码机够了 这边机子好了 好 这时候画家过来 看一看 小丑的英俊的面庞 画一画画 这边心理学家 机子也快好了 小丑手里面推进器有四个 关键是小丑现在不是二级 这里 但凡好连一手 但凡能保一下 这边心理学家 这个硬机如果能留下来 三刀解 切尸场 完了 这一脚尸场下去 外面囚徒是可以修机子的 这一脚尸场下去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一把小丑已经跟 赢告别了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赢面了 剩下的 就是小丑 平或者被三跑 剩下的就是小丑平或者被三跑 抓囚徒 囚徒这边的机子 核心有个三刀解 核心还有个三刀解 待会画家这边满血带画 一个翻窗加速往中间拉 画家这边 球者 差不多该贴门的贴门 小丑这边的话 打出了一个二级 但我觉得这个尸场 真的不太好交 前面 翻块板子进二楼 要画有画 这画家待会还有个飞轮 这心理学家还有个飞轮 抓这边囚徒 交了个电 哎呦断了 可以慢慢的走过去了 待会心理学家过来帮忙扛刀 画家过来给画 一刀打中 跳地窖的一个走法嘛 跳地窖的话 小丑这边这块板子还得破 前面一个翻窗加速 走地窖 兄弟们快走 我有地窖 有没有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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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走 一句 爬得到吗 没有飞轮 平局 真的差一点点 好 哦 我 赶紧走